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会受到损伤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练习第一种方法 我们先来坐在我们的脚跟上 把你的手记着 十指交叉 然后把我们的小拇指的两个方向 两个小拇指底下平行 放在我们的垫子上 然后我们的走关节不要超过我们的肩膀 然后现在就去找我的头顶的那个最舒服的那个地方 然后慢慢的起来 小腹内收上提 向前走 两个脚向前走 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 感觉到你的背慢慢的开始变得打直 然后你把一个脚的膝盖向你的胸前靠 脚指冲向天花板 然后向前走一点 把你的背打直 慢慢的去试着 把另外一个脚离开地面 你现在还有就是一定要找一堵墙 尤其是初练习的朋友一定要找一堵墙 好 那就慢慢试着起来 不要去踢 不要去用力踢的那样不好用 你就要慢慢找到那个平衡 慢慢的起 慢慢的起来 用你的小腹 小腹的力量 帮助你慢慢的起来 好 就先留在这儿 保持你的小腹内收上提 慢慢的把脚向天上伸 好 先伸的比较靠前一点 不要向后 向后你可能就会翻过去了 向前伸一点 再把你的小腹内收上提 把你的尾骨向你的脚尖的方向走 这样 这样就到了头道里 我们头道里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应该是垂直的 记得不要把你的臀部留在后边 有的时候看到有些朋友练习 就是臀部在后边 记得你的臀部是向回收的 你的小腹内收上提 你的尾骨向脚尖的方向走 然后下来的时候同样 记得你现在这个脚一定不要过 就是你过了以后 如果过了 你很有可能就会失去平衡 所以一定要有一堵墙 然后再慢慢的下来 下来的时候也是 把你的膝盖先向胸前走 再慢慢的脚着地 膝盖着地 来到小腹室 休息一下 不要急着起来 再把你的头抬起 再起来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 比较简单的方式 大家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那个要领 好 我们再去找一下 找到我们头顶的那个 最舒服的那个沉重点 好 记得那个点哦 然后我们再来 这一次的是比较更 难度大一点 正规一点的方法 好 我们还是把手 这个三角形 一定要保持好 我们的走关节 一定不要向外展 好 保持我们的走关节 在我们的肩膀的 内侧的宽度 然后还是把我们的头顶 放在我们的这个手腕 手腕的位置 手里面像是有个鸡蛋一样 记得那个鸡蛋 不要让它破掉 所以你是会小心的 这样厚着这个地方 然后还是找到你的头顶 那个舒服的那一点 也是慢慢的起来 臀部抬起 小腹那时候上提 向前走 向前走 你走到一定的位置 你会感受得到 我的背应该是直了 我慢慢的脚 好像慢慢就可以 离开地面了 这样就可以慢慢的起 还是在你的前方的时候 脚在前方 先停留一下 再来把你的小腹内收上提 微骨向你的脚跟脚尖的方向走 这样就起来了 记得 还是不要你的脚 不要起来的时候太过弯 不要过到后面 也不要把你的臀部 留在后面 这样容易让你的腰受伤 所以记得一定是 当你把你的小腹内收上提的时候 你就在保护你的腰 再把你的尾骨向上 向上攒 尾骨向你的脚尖的方向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脚尺 这样flex 可以帮助你保持平衡 甚至你要是说觉得 还是不容保持平衡 你甚至可以把你的脚 这样子 可以更加的帮你保持平衡 然后下来的时候也是 还是还是继续保持你的腿大支 用你的小腹的腹肌的力量 找到这个平衡 用你的三脚 手的三脚 帮助你保持这个平衡 慢慢下来 慢慢找地 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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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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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慢地起来 再慢慢地起来 记得一定要安全最重要 就是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感觉到你已经准备好了 第一点一定要找到一堵墙 在靠墙的地方练习 然后你的手 这个knuckle 靠近墙的地方 这样就比较安全 然后在你的前面 周围 尤其是头的地方 也可以点个垫子 这样如果万一你倒下来的话 左右 也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安全第一 不要去勉强自己哦 让你感觉到 准备好了的时候 再练习 好 祝福大家健康 喜乐 平安 上帝爱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咯 阿罗哈 是的